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水当当的那种感觉它就不会太容易有一些失衡的状况 它就不会有痘痘产生 那饮食方面呢 因为我自己是比较爱吃辣的 所以就有时候就感觉好像会影响到很多 对 其实我也控制不住自己吃辣的 那我觉得最好就是要看一下 最近几天有没有上火呀 有没有这种症状 其实大家都能知道就嗓子干 或者说就怎么喝水都会渴 这种时候就差不多是上火 那就要泡一些茶来喝来降降火 今天我看到有户外拍摄 所以你平时就是遇到这种户外的拍摄拍戏 会有注重防晒这种吗 我自己刚开始在化妆之前 有打了基础护肤结束之后 打了隔离然后擦了防晒 然后呢等我化完妆之后 喷完定妆的水 然后又喷了那个防晒喷雾 对 然后间隔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之间要拍一次 看你拍片就基本上都是站着 我自己的话每次坐地铁什么的站久了 就腿会水肿什么的 你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就是按摩的 让它消消水肿啊 帮助腿部放松 我其实有买那种就是一包的那种爱草的一种可以泡脚的一个已经包好的一个小包包 然后它就可以放在水里面 其实可以缓解一下就是一天的疲劳 然后在剧组里面会用到 那平时的话可能就自己买的那种小木锤放往上买的 然后它也可以锤到肩上 就可以哪里疼 捶哪里 对 哪里疼就可以哪里 然后脚上也可以 我建议大家就不要太长时间的站立 然后或者说太长时间的久坐 会对腰都不是很好 所以说一定要动一动啊 然后再继续自己的工作 拍那个大片或者是拍戏的时候 经常要折腾头发 你会有什么特别的保养方式 看工作量吧 如果说我这周一直都在拍摄杂志这样的状况的话 可能就会多做一些一周两次的发膜 会做一些 对 然后平时会有一种就是喷头发的精油 我不知道大家也会 帮助滋润的那个是吗 对对对对对 因为头发有的时候会毛嘛 会很糟 那这个时候也不用天真背着 就可能这段时间觉得不太好了 就背在身上然后拍一拍 今天呢我在CPR里面拍摄了许多 以往不一样的一些尝试 有很多色彩在身上 希望大家看到这部片子的时候 可以有一些惊喜 记得要去买Super L哦 正在说看Super L的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